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你挑心甘情愿的事情做,你们俩就多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统一。注意,我说的是你们俩,每个人并不仅仅有一个主观的意识,内心深处还有另外一个意识。 挺有趣的。我们学习壁骨,表面上是在学习不吃饭,其实是在认识自己。 心甘情愿的做事,认真的安心的做好手边的事,而且坚持每天做运动,只要你这样做,这就足够了。 你的身材会越来越好的,你的心情也会越来越好,你会越来越爱自己,而且越来越体会到爱,能帮助别人,你的爱情也会越来越好。加油! 同学问,学习壁骨后,我开始了毁三观之旅。可是,复时五六天来,对体重有些纠结,很担心体重反弹太多。 其实经过两次壁骨,身心调整的已经很有效了,可是还不知足,追求完美。 刚才你说过分关注体重,是不懂得爱自己,深深触动了我。我也是一直以来,不懂得爱自己,看来还是修得不够,修行的路还长吧。 村长答,你这个认识很到位,你修行的路才刚刚开始。 比如说这个体重的问题,我不知道你体重多少,瘦有瘦的好处,胖有胖的好处。 表面上纠结这个体重,其实是不懂得爱自己,你以前的那些错误的观念根深蒂固,还要继续学习。